大甲诚心空间改造计划目前是进行到了一半 但却有不少民众抱怨 像是原先为了让出站乘客安全等车 所设立的平台广场就进行了人车分离 但跟原本地面的高低差 让不少长辈都是爬得相当吃力 而另外一旁的公车等候区 也从原本的楼梯改回了陡坡 对于老人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而对此局长回应 将会在第二阶段中来规划广场的无障碍空间 并且将禁锁的请市府相关单位 在公车等候区来做出临时的应变措施 减少后车室的不便 公车后车处没有椅子可坐 一站起来因为地势倾斜 老人家重心不稳相当容易跌倒 大甲火车站前的公车后车处 列在诚心空间改造计划中 未来将移至别处 但为了搭配交通改善工程 拆掉原本的老中塔 民众不但看不到时间与公车时刻表 原先的楼梯也变成了斜坡 工程过渡期的种种不变 引起不少民怨 因为我们的经费申请有限 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所以我们分期分向来执行 那刚刚您讲的这些公车的路线的一个停等空间 或者是计程车的一个停等空间 包括我们未来要设置的i-bike的空间 我们都会在二起的部分来做改善 而且把它纳路来做一个考量 那我们会先做一个临时设施 来提供给民众来做一个等候的一个空间 避免风吹日载的现象产生 提着大包小包还得跨上将近30公分高的平台 让不少上了年纪又急着赶车的乘客相当不便 要是遇到下雨上下车更是麻烦 也有民众建议应加设雨棚 才能让这新设置的后车平台 在各种气候之下都能有效利用 阶梯太高了我拿这个东西不好爬上去 而且有年纪的这个膝盖又不好 如果没有一个人扶的话会比较危险 老婆走走不去要抬起来 如果大火来也要抬起来 要南起来 风雨走廊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在考量要来施设 那另外计程车的停等区的部分 我们会在我们的停车场 现在的停车场的部分会设一个专区 让我们的计程车甚至民众 那也来接送我们的旅客下车的一个停等空间 我们会在那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有效率 甚至把人车分离的一个空间把它界定出来 区长指出当初规划广场 除了希望能隔离人车提升后车安全外 也希望能搭配社区及文化活动提供表演场地 达到多功能用途 广场与公车后车站需改善的部分 将在诚心计划第二阶段纳入规划 希望完工后能有效改善战前交通 并提升大甲观光 记者李云轩 台中台报道